人家的心情 萬物人說金玉今天會來祈禱 我把金玉盡情 無詐詐的選手禮拿來給她 所以 她說什麼共譽 應該是不會保留了 好 金玉怎麼會穿婚紗 她不是在選電婚的雷鳳 而且這套婚紗 怎麼會穿她的一套婚紗很像 我漂亮的 如果穿這套婚紗 就穿像ANGEL下班一樣 清秀脫俗 以後一定有機會能穿到 當年我割在的 和金玉溫暖宜傳真正 暗中實現我對她的遇上 幫她選一套和她夢想中之後 差不多同樣的婚紗 想不到五年之後 她跟穿一樣的婚紗 看起來 她真的好感到她 不對 她怎麼記得她跟她的婚紗 她是一種的 那是她最記得什麼 還是我記得錯 難怪我先過頭十字 可是她就跟她的婚紗 她還好 她一把婚紗 她好 妳說出來了 就是看到妳吃了婚紗 妳說出來了 跟妳的婚紗 不要給妳叫了 想不到我的直覺這麼準 真的是妳 妳是不是之前 媽媽在那邊站在那邊看我 不然我只看著她的衣角 就在這裡她會說是妳 那沒錯 是說妳今天怎麼來這裡 因為我之前有送妳一個手臉 妳在那時候不去拿 所以我就 這相片是我 其實剛才我看到的時候 我也怕一條 所以我已經看我手臉裡面的相片 稍微確認一下 所以當初我們兩個結婚的時候 我就會穿這支婚紗 我們結婚的時候 因為我好小的姿妹 沒辦法這麼少再婚 所以當初就有一個力量 我們沒有辦法 妳不是說 我們結婚的時候我沒有穿白衣 如果這樣想知道 妳有我穿白衣的相片 因為有一次 為了要替妳完成 讓妳穿夢想中的婚紗 會心無緣 所以就等我 十幾好問的時候 頭頭替妳安排七千婚紗 所以不知道有現在 幸福的笑容 妳的相片可以談好嗎 我跟在相片裡面 我看起來很幸福 那時候我感覺很漂亮 當然也漂亮 這是傳說中的 勞工視角 這是我當初送給妳的 傳說中的手臉 我已經帶妳收好 現在要有個援助 我還在當初 是要帶我疼嫁症嗎 也算是這樣 你看妳今天穿婚紗這麼漂亮 這支是傳說中的手臉 很適合妳的 來 我 靜宇 教育妳找到 照顧妳自己的幸福 我買單工程生退 Böyle 我大嫉妨 我大嫉妨 謝謝妳 靖怡妳想要靠 還是我哪裡說不定 不是 不是 我只是忍耐的能感受到妳的心裡 那我不會跟妳心裡的人 就像生氣跟白人結婚 我不會愛妳 妳的心裡點就聽不懂 妳不能靠 我都做我心裡準備了 我是來這裡看妳笑的 妳如果靠我 我會覺得自己做一個 我真的有夠過分 我明知道妳這樣愛我 對我用錢這樣親 妳不顧我算妳別了 妳跟我離婚 別妳吃太多愛著別人 甚至別妳的風雨過去 我完全都沒有孤獨在妳的感受 是誰說妳沒有孤獨在我的感受 妳感不去 人家去富正師傅所簽名的時候 妳也跟我講過了 可是我如果沒做好心裡準備 妳可以等我嗎 妳看 妳還是對我一樣很大心嗎 妳到現在還來帶我去照顧 因為我很清楚 但不是因為五年前 妳有請好依我 我絕對相信 妳到現在還要繼續愛我 我只剪定這張就夠了 不要只剪定這張就夠了 妳不會去世 我管我愛你 心未知青奇術婚紗 妳的這張婚紗 是我們兩個要檢望當中 我們旁邊比她好 那時暴露 完全把你帮我记得